大家好 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 手遊攻略 那這是馬賽克英雄 好 那完全無課金的旭哥呢 目前有3隻13斤神角 最強的封頂啊 完全無課金啊 重點還有這光屬性最強的神角 差不多38萬的攻擊力 完全無課金啊 超爽 那之後會衝到第四隻啊 努力衝第四隻要封頂 然後呢 就是沒有課金過嘛 手除沒有除過 那今天呢 入手了這個 很多這個隱藏版的稱號也分享給大家好了 那最近活動快結束 很多好東西 好福利 可以大普提升戰力呢 必拿的這個限時獎勵 也會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非常多的東西啊 這一集 好 這個六個隱藏版的稱號 入手 好 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 手遊攻略 頻道 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學 獨家最新 那虛哥也有設置這個 虛哥手遊攻略的這個馬賽克英雄專區 這邊有各種馬賽克英雄的攻略 都放在這邊 各種最新的福利攻略轉蛋 好 活動最後一天呢 大家記得啊 趕快把這個獎勵都領完啊 像是這個 挖獎勵的這個 其實這個福利還不錯 但是虛哥覺得他蠻難挖的 不知道為什麼都要到最後才會挖出來 有點扯 感覺是他從後面開始挖會比較準 自動挖好像都挖不太到啊 你看這個 感覺很像在整人 不是很好挖啊 有點扯 虛哥是挖到這個 第九層啊 選這個好了 解個任務 真的感覺要從後面開始挖會比較容易挖到的感覺 真的太扯了 好 那這次的活動有個重點啊 他可以拿到這個隱藏版的一個稱號 作果雷雷 應該是 解任務就可以拿到吧 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邊 心情回饋這邊 抽取這個蘿蔔勳章就可以拿到 像是魔導器啊 祕靈聖武 那還有這個悠閒時光 這個鹹不知道為什麼是這個很鹹的鹹 鹹魚的鹹 好 這個隱藏版的稱號可以免費拿在下面這邊 心情回饋 那有很多好東西 那釣魚也是要趁現在 那每天記得來參加這個活動 就是 刷新啊 然後光之召喚啊什麼的 喔 中了耶 五星 哪一隻 雅虎哥喔 這些東西像副本也要挑戰一下這樣 每天就刷這個 每天就刷這個 所以其實很多獎勵可以領取 那當然這個隱藏版的時裝 一定是必領的嘛 這個刷新五次很簡單 你就按一按 然後東西買一買 刷新就可以了 這個超簡單 這個一定要做的 有金幣的基本上是必買的 因為現在 後期其實賺錢賺的蠻快的 而且都要去個都會花錢去買金幣啊 喔 把他領起來 好像可以去挖了 然後這個也要記得選一下 這些都還不錯 然後再來 然後釣魚的話也是把他釣好釣嘛 大致上是這樣 其實蠻多福利的 那釣魚可以開Auto嘛 旭哥之前有非常過 這個可以提升很多戰力喔 這個千萬不要小看他 釣魚提升的戰力也不舒密靈喔 因為他很多很多這個 永久的BUFF 再加上呢 他這個每隻魚的提供的BUFF 也很多 像旭哥現在是等級3嘛 然後他這個 可以加了一堆 像攻擊力啊 生命值啊 然後一些生命的BUFF 這個永久BUFF 然後像還有這個 對聖域英雄增加1.03%的傷害啊 抗暴增加2.65% 這些BUFF非常的多啊 對聯盟英雄增加2.65%的傷害 那這個血量 雞腿也回復的很快 有時候 沒有注意就直接衝到滿了 他每天會補雞腿給你這樣 這次活動記得把它弄 然後 然後 欸 虛哥要把這個 領一下掛機 快速作戰 這個都 記得把它吃好吃滿 虛哥是都把它吃滿 好 又可以去領獎勵 每日這個就領一領 然後這次貿易大賽大家也可以參加 那虛哥有時候就是把它放置 只放置你不理他也會獲得獎勵這樣 你不想玩的話你就把它掛著放著就好了 這是懶人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很認真的玩啊 那你不想很認真玩就把它放置玩就好 這樣就可以不理他 或是全部買個看有什麼最便宜就把它買進去就好 或是都不理他就沒關係 好 幸運蛋可以再選一個 好 選這個好了 所以這次活動呢非常的不錯 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 看有什麼可以抽的 這抽一下 那稱號呢 旭哥也是拿到這個隱藏版的稱號了 這個什麼鹹魚嗎 悠閒時光 吐飛猛進 目前123456 加上這個最新的這個亂世英雄 總共有6個隱藏版的稱號入手 透過這次的活動也拿到很多好東西 好 釣魚 那大家記得把它釣好釣滿 喔 可以BUB攻擊力 最多組的禮包馬詳細的兌換教學了 好 那我們首先點外面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之後我們點外面右下角的兌換碼 接下來輸入這個禮包馬 這個DD58BP DD58BP 接下來按0取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有288鑽 加兩個轉彈券 加200屆石 WACKYBOYS69 接下來按0取 HERO666 接下來按0取 MY0104 接下來按0取 YT0104 YT0104 接下來按0取 K70104 接下來按0取 BRIGHT0104 接下來按0取 EWHERO 再按0取 好 輸入NEWFUN 再按0取 好 輸入NEWSTART 再按0取 好 輸入PIXEL HERO 再按0取 好 新玩家呢 記得領這個1024抽 每天登入呢 最多可以領到1000多抽啊 這個福利 接下來呢 滑到最右邊 右上角滑到最右邊 一個邀請碼 那新玩家可以輸入 續個邀請碼 3691 D6AFC 0AC 3691 D6 AFC 0AC 那新玩家輸入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五星角 還有大量的鑽石 好 那福利的最右邊呢 選項多了一個回歸有禮 就是你假如是60幾勝玩家 然後你曾經這個沒有玩 接下來回來玩的話 你可以輸入這個禮包嘛 那輸入這個召喚碼呢 3691 D6 AFC 0AC 這個續個的召喚碼 3691 D6 AFC 0AC的話 可以領到很多獎勵 像是可以領到 呃 神話自選啊 然後都是兄弟啊 兄弟乾杯 新鑽這些很多 活躍的獎勵 都可以領取像是鑽石啊 然後像是鑽石 轉彈券 大量的獎勵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輸入 好那今天攻略的這個分享 就到這邊了 大家記得訂閱序哥頻道 看序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禮包碼 禮品碼 對換碼 遊戲的虛擲需要 都在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